音樂 各位同學 我們今天要進行的是 第十三單元的 這個數詞邏輯的真值數的演算系統 之前我們已經學過了命題邏輯的 真值數的演算系統 所以我們今天要進一步來談談 在數詞邏輯或者說 在一階邏輯裡面的 真值數系統的演算 因為我們要進行的是 這個數詞邏輯的部分 所以基本上我們在命題邏輯的 曾經介紹過的真值數演算系統的規則 在這裡我們一樣要使用 所以等一下我們會來複習一下 真值數系統在命題邏輯系統裡面 我們學到了哪些規則 那另外呢 由於我們進入到數詞邏輯 所以我們會有新的規則出現 其實新的規則主要就是處理量詞的部分 我們在之前曾經說過 我們其實在真值數系統裡面呢 我們只會做分解 而不會做組合 就是我們只把句子越拆越短 而不會把句子組合得越來越長 因此呢 我們的真值數系統裡面呢 我們在量詞的部分 我們只需要分解的規則 個例化規則 就是帶一個個例進去 我們叫instatuation 就是一個個例化的規則 那不會做通稱化 不會做generalization 的意思 就是我們的通稱化規則 在這裡不會出現 那各位在看這個規則的時候呢 其實個例化的意思就是讓量詞消失的規則 就在這個formula 裡面 在這個句子裡面 在這個語句裡面 我們要讓量詞消失的規則 好 那麼什麼叫通稱化規則呢 通稱化規則的意思就是 我要在這個句子裡面呢 把量詞加上去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讓 formula 變長 變得比較長的一個規則 所以 因為我們的真值數規則是 希望把它越分解越簡單 所以我們在這裡呢 不會把量詞加進去的規則 好 所以首先我們就來回憶一下 我們曾經學過的這個 在命題邏輯裡面呢 這些規則 好 首先 兩個否定號 就是 negation negation phi 可以推出 phi 這個規則 好 接下來呢 phi and psi 這個 end 其實是一個不分支的 就是 phi 跟 psi 會在同一個分支上的 這樣的一個規則 那接下來 phi of psi 這個是一個有分支的規則 也就是說呢 好 這個呢 我們可以把它分成 一邊是 phi 一邊是 psi 那這個是 or 的一個分解規則 好 那我們還記得 就是我們是根據這個規則來決定 把所有的規則呢 把它變成 以 end 或者是 or 作為 主要連接詞的一個等值的 formula 產生出來的規則 好比說我們的 conditional 我們的 conditional 其實是 把它分解成 一邊是 negation phi 一邊是 psi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的 phi if phi then psi 我們的 若 phi 則 psi 其實它是等值於 negation phi or psi 意思就是說它是等值於 negation phi 或 psi 這樣的一個句子 好 那接下來我們的等值是 fine if and then psi 我們其實是分成兩邊對不對 一邊是 phi and psi or negation phi and negation psi 好 這個等值是我們也證過了 所以各位應該都還記得 好 那主要連接詞 negation的規則呢 第一個是加進 negation phi and psi 這個規則 我們是把它變成 negation phi or negation psi 那這個各位只要再回憶一下 那個 demogen law 就知道為什麼是這樣對不對 我們在 demogen law 裡面有介紹過 negation phi and psi 其實會等值於 negation phi or negation psi 那麼接下來 negation phi or psi 一樣 我們根據 demogen law 我們就可以知道它其實是等值於 negation phi and negation psi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它 放在同一個分支上 它是 negation phi and negation psi negation if phi and psi 就是條件句加上 negation之後呢 它是等值於 phi and negation psi 所以它會在同一個分支上 那最後我們如果是等值於句 phine if and then psi 的 negation 它會等值於 phi and negation psi or negation phi and psi 那這個是我們之前在 命題邏輯就已經學過的這些規則 那我相信很多同學都會記憶猶新 應該都還記得 所以我們接下來要做的事情是 我們要來介紹一下我們的量詞規則 那我們的量詞規則是什麼呢 我們的量詞規則是這樣 首先如果我們看到一個式子是像這樣子 for all x 為開頭 然後呢 後面是一個 phi x phi x 表示某一個 formula 在這個 formula 裡面呢 有 x 這個變量 那這個變量呢 我們在使用這個規則的時候呢 我們就是用一個 name 去取代這個 x 那個 n 就是一個 name 的意思 就是我們用一個名稱符號去取代 x n 如果取代 x 之後呢 它就變成 phi n for all x 這個就消失掉了 為什麼 因為 因為我們已經用了 n 去取代裡面的 x 那不管這個 x 出現幾次 只要這個 for all x 呢 在整個 formula 裡面 它是一個管的範圍最大的 operator 的時候呢 我們就知道說 喔 那這個時候 它就一定是取代掉這裡面所有出現的 x 所以呢 n 如果去取代 x 之後呢 這個 for all x 就可以消掉 那當然會有同學有這個疑問就是說 那萬一裡面還出現其他 x 怎麼辦 比如說它這其他的 x 可以 binding 住 好 請注意 我們通常呢 不會出現這樣的句子 因為這樣的句子其實不合法的 在我們建構語句的時候 我們不會出現那種 我這個 phi x 取代完之後 裡面還有其他的 被其他的量子綁住了 x 它是不會有這種情形的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 for some 的規則 for some 的規則呢 也很簡單 一樣我們是用 n 來取代 x 好 那各位看這個規則 就會覺得 喔 那怎麼會都一樣呢 那這兩個規則到底有什麼差別呢 好 其實它的差別在於 我要代入的這個名稱符號 這個 n 這個 name 呢 它必須要受到什麼樣的限制 好 首先我們來看全稱量詞 全稱量詞的規則裡面呢 出現的這個 n 這個名稱符號 這個 name 它的代表是說 只要在這個推論過程裡面 所有出現過的名稱符號 你通通的代 意思是說 對這個 for all x 5 x 來講 假設我們在式子裡面已經出現了 a 我們就帶 a 對不對 那如果出現過 a 出現過 b 那我們就 a 也要帶 b 也要帶 那如果出現了 a 出現了 b 出現了 c 那我們 a 要帶一次 b 要帶一次 c 也要帶一次 換言之 只要你在這個計算過程裡面所看到的所有出現過的 name letter 不管是哪一個 你通通要在這個式子裡面去帶進去一次 這才算是完整的這個 完成了這個 for all x 的這樣一個取代 那如果是對存在量詞 for some 來講 它特別在於說 它這個 n 必須要是一個新的沒有出現過的 name 意思是說假設我們在之前已經看到 這個式子裡面出現過 a 出現過 b 那這時候你要帶一個 for some x 5 x 的時候呢 你要用一個 name 去取代 x 的時候 它的條件就是 你必須要有一個新的 name 那新的 name 你只能用 c 然後你不能用原來出現過的 a 或者用原來出現過的 b 好 那就有同學會有這樣的疑問就是說 可是呢 難道 c 也有可能是 a 啊 c 也有可能是出現過的 b 啊 那怎麼辦呢 好 不用擔心 在這裡說 我們用一個新的 name 來取代它 OK 並不一定是一個新的人嘛 好 比如說 各位想想看 我們的 c 說不定會跟 a 是同一個 說不定也會跟 b 是同一個 換言之 說不定在這個式子裡面 它有可能出現 c 等於 a 或者 c 等於 b 這樣的情況 所以這個並不排除掉 所以呢 各位不用擔心這個問題 那這個有點像什麼呢 有點像說 各位可能不知道 傅老師的綽號是什麼 對不對 好 比如說 我如果跟各位說 現在傅老師在上課 OK 然後呢 有一個人叫做大樹 這個大樹剛剛才在一點 一點鐘的時候走過這個椰林大道 好 那你想想看 剛剛走過椰林大道這個大樹 說不定就是傅老師嘛 我們並沒有排除這種情況 就是 用新的 name 的意思說 這個 c 有可能跟 a 一樣 也有可能跟 b 一樣 也有可能跟兩個都不一樣 可是你一定不能帶 a 或帶 b 為什麼 因為如果它已經出現過 你把它帶進去的話 就等於說你已經限定它 一定要是 a 或者限定它一定要是 b 這個並不合理 所以用一個新的 name 並沒有排除掉 它跟出現過的 name 可以是同一個指射對象 這樣的情況 所以各位不用擔心這樣的一個問題 OK 那接下來我們要來看一下 我們還有一個是否定號的規則 那如果在量詞前面出現否定號的話呢 其實很簡單 我們都學過 qn 規則 對不對 就是把它掃描過去的規則 在這裡是一樣的 你可以把它當成 qn 規則的延伸 意思就是說呢 你如果看到 negation 放在整個式子的最前面 放在 for all x 的前面 然後後面是 phi x 的話 那這時候的主要連接詞 整個的式子最主要的 operator 應該就是否定號 而不是 for all 了對不對 這個時候呢 我們要做的工作就是先把它變成 for some x negation phi x 也就是說 我們在帶入所謂的量詞規則的時候呢 它的要求很重要就是 你一定要讓 這個量詞是在管的範圍最大 這個 formula 管的範圍最大的 這樣的一個 operator 的角色的時候 你才可以用到剛剛我們講的量詞規則 所以為了這個目的 所以當你看到這個主要連接詞 不是量詞 不是 for all 或者是 for some 的時候 當你看到這個 主要的 operator 不是它的時候 主要算子不是量詞的時候 那麼你要做的工作就是要設法把它變成 主要的這個算子 就是主要的 operator 這個時候你才可以去使用剛剛的量詞規則 那同樣的 我們如果看到 negation for some x phi x 怎麼辦呢 我們的方法當然就是先 把這個 negation 移到後面去 讓它變成 for all x negation phi x 那一旦這樣子做完之後呢 你就會發現 它的量詞呢 其實就會變成是一個主要的 operator 那這個時候你才可以代 剛剛的 for all 或者 for some 的這個量詞規則 所以這個其實是一個 在代入規則的時候必須要注意的一個關鍵點 那接下來我要來說明這個規則 我們這個推論規則看起來很簡單 但是有一些錯誤可能會不小心會出現 因此呢我們要想想看 這個在這個 使用這些推論規則的時候 有什麼樣的方式呢 有什麼樣的建議 好 那第一個就是 如果我們在做這個量詞規則的時候呢 我們一定要讓量詞這個算子 for all 或 for some 是作為整個句子的主要算子 意思就是說 它是一個管的範圍最大的時候 你才可以使用它 沒有任何一個邏輯算子 沒有任何一個 operator 是比它是站在更主要的位置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才可以使用它 比如說像這樣子 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我寫一個式子 for all x px 的 qs 好 這個時候 這個for all x 就是所謂的主要的算子 它就是整個formula 裡面的主要的算子 所以呢 這個時候我可以帶 pa 則 qa 這個沒有問題 因為它是站在一個主要算子的這個位置 那同樣的情況就是 如果出現在 for some x px and qx 這個時候你就會發現什麼 其實 for some x 也是一個主要的 operator 所以這個時候你帶 pa and qa 是沒有問題的 那問題就來囉 好 有什麼時候是錯的呢 在這裡我提供了幾個例子給大家看 首先第一個例子是 各位一眼就可以看出來 它的主要的邏輯算子 不是最前面的 for all 是主要算子 它的主要算子是中間的 end 這個時候你可不可以說 那我就直接先帶個 pa 好了 我就把它帶成 pa and for all x qx 呢 不行 為什麼 因為這個時候是違反了我們剛剛的規則 對不對 我們剛剛的規則是說 你要把這個 a 帶進來 for all x 必須是一個 主要的 operator 就是它是一個主要算子的情況 這樣你才可以把它放進來 第二種情況呢 有的人可能會說 那沒關係啊 反正有兩個 for all 嘛 對不對 我就像提出來一樣 感覺就把它提出來 對不對 然後把它變 psn 的 qs 啊 所以我就把它變成 pn 的 qa 就好了 這樣可不可以呢 當然也不行 因為 我們在邏輯裡面 沒有把這個 for all x 提出來這個規則 事實上各位都仔細觀察 如果它是用 end 來做連結的話 第一個的 x 並沒有限定到第二個 x 就是 px 的部分 並不會限定到 qs 反過來說 qs 也不會限定 ps 但是一旦你做這樣的一個運算的時候 你就得把兩個都綁住了 所以這個是不合理的一個運算方式 還有一個情況是這樣子 就是 如果每個式子是 negation for all x px 那就有同學會說 那這樣子 看到 for all 嘛 那我就直接帶進去 對不對 所以我就把它變成 negation pa 這樣可不可以呢 這樣也是不行的 因為你這個根本就帶錯了 因為根據否定號規則 你如果把它掃描進去的時候 它會變成 for some x 開頭的一個語句 那如果它是一個 for some x 開頭語句的時候呢 這個時候你如果帶 a 進去 搞不好之前已經出現過 a 了 那根據 for some 的規則 我們必須要帶新的一個 name 那這個時候你就會出錯 對不對 因為之前 也許這個 a 已經出現過了 那你不能把它當成 for all 開頭的句子來看 反之它其實是一個 for some 開頭的句子 所以在這裡呢我們容易出現 這樣的一個錯誤必須要小心 那第二個規則是這樣 也許是規則 不過我寧願把它叫做建議 因為它並不具有強迫性 各位都記得我們在談真值數的 這個命題邏輯的時候呢 我有跟各位強調過 我們的真值數是要越簡單越好呢 還是越複雜越好呢 好 如果你還有印象的話 你應該記得我們講過了 真值數的這個分解 當然是越簡單越好對不對 其實我們不管做什麼樣的題目 我們當然都希望越簡單越好 應該沒有人會覺得越複雜越好 雖然有些例外啦 有些同學可能會覺得 那個複雜對它來講是簡單的 但是呢 大部分人會覺得 我能夠越簡單越好對不對 就不要帶的那麼複雜 那問題就來了 如果我們要讓真值數簡單一點的話 那我們有可能出現這樣的一個情況 什麼情況呢 就是在很多的formula 裡面 比如在 root 裡面 或者在演算的過程裡面呢 我們會出現一個情況是 裡面有 for all x 開頭 跟 for some x 開頭 並列的情況 比如像這樣的例子 那這時候在分解的時候呢 我們的建議會是說 你應該要從 for some 開始 為什麼 因為 for some 要帶的 是新的 name for all 是要帶出現過的 所以各位想想看 我們在這裡先帶 for all 進來 我們第一個帶的 pa 則 q a 對吧 接下來我們看到底下的 for some 之後 我們是不是要帶新的呢 我們帶新的 我們就要帶成 p b and q b 那一旦出現了 b 之後呢 你又要回過頭來說 剛剛的 for all 應該要帶出現過了嘛 所以你要再帶一次 p b 則 q b 帶進來 所以對我們來講 其實剛剛先帶進去的 pa 則 q a 其實沒有發揮 任何的功能 所以它會有點多餘 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從 for all 開始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你前面的步驟呢 其實是有點多餘的 但是能不能說這樣就是錯的呢 當然不會嘛 對不對 就是我們並沒有說 有一些多餘的步驟出來 它就是錯的 並不會 所以與其說它是一個規則 倒不如是說一個建議 所以我建議各位同學在做的時候 為了簡單起見 所以建議會從 for some 的句子開始帶 而不要從 for all 的句子開始帶 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可以減少一些 name 的帶入 也就是說 我們 domain 的數量 我們那個 論譽裡面的 名稱符號的數量呢 可以減少一些 那這樣子對我們來講呢 這個式子會變得比較簡單 不會過於複雜 但是呢還是有一些錯誤的運用呢 要提醒各位不能這樣用 雖然我們會建議 讓你 for some 先運算 但是呢各位仔細看一下 當我們看到一個句子像這樣子 for all x for some y px and qy 的時候 請問各位 這時候的主要 operator 是哪一個呢 應該是最前面的 for all 在這個情況下 你當然不能說 根據剛剛第二個規則 老師建議說 可以用這個 for some 先帶 對不對 所以呢我就 for some 先帶 把它帶成 for all x px and qy 這樣的情況是不被允許的 因為 當你在帶 for some 的時候 如果它不在 主要算子的位置的時候呢 這樣子帶是會出錯的 因為我們說過了 我們把 for all x 擺前面 for some y 擺後面 跟我們把 for some y 擺前面 for all x 擺後面 得到的這個句子的意思是完全不一樣 這個我們曾經練習過 所以呢 在這個情況下呢 雖然它同時出現了 for all 跟 for some 這兩個量詞對不對 可是不能在這個情況下呢 我先帶 for some 然後再帶 for all 這個是不被允許的 因為這個是一個錯誤的用法 另外 各位可以看到 在這個式子裡面 主要的邏輯算子是哪一個呢 是中間的 end 連言的符號 那如果它的這個是中間這個符號呢 那我可不可以說 那我看到後面有一個 for some 對不對 那我就 for some 先處理呢 所以我就把後面帶成 QA 這個也是不被允許的 為什麼 因為你在帶的時候都沒有考慮到 它必須要是整個 formula 主要的 operator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要求 所以各位務必要記得 有很多同學會覺得說 那我可以部分部分做 為什麼會有這個現象是因為 我們在命題邏輯在處理的時候呢 其實那些規則呢 不僅僅是它在主要連接時候都可以用 對不對 有很多規則其實是 它並不是一個主要連接形式 你也可以用 OK 比如這樣 double negation 我們可能在 formula 裡面 某一個式子裡面出現 double negation 那我們就直接把 double negation 拿掉 那這個 negation 不一定要是 在主要算子的情況之下 所以很多人會誤會說 在述詞邏輯是不是也會有一樣的情形 其實在量詞的規則裡面呢 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就是 它如果不是主要算子的位置的時候呢 它是不能夠 直接做這樣的取代的 如果直接做這樣的取代 它都是錯誤的一個應用 接下來我們就要進入到實際的例子 那實際的例子說明是這樣 各位可以看一下這兩個題目 稍微瀏覽一下 如果眼尖的同學就會發現 其實都是從三段論翻譯過來的 對不對 第一個是 for all x mx 則 px 第二個式子是 for all x x 則 mx 推出 for all x x 則 px 如果眼尖的同學就會發現 它其實是什麼呢 它其實就是 map sam 結論是 sap 如果你還記得三段論 其實它就是從三段論翻譯過來的 那這個顯然是一個有效論證 那我們來用真值數做做看 會不會是一個有效論證 真值數的計算方式 希望各位還記得 我提醒各位 第一步做什麼 第一步我們要建立樹根 對吧 那建立樹根的原則是什麼 建立樹根的原則就是 我們把前提造寫 結論加否定 前提造寫 結論加否定 好 所以呢我們把兩個前提先列下來 第一個是for all x mx 則 px 第二個是for all x sx 則 mx 接下來我們的結論要加否定 我們結論就會是 negation for all x sx 則 px 那接下來各位看 我們有三個式子對不對 第一件事我們當然就是先 設法把所有的式子呢 主要的算子operator 都把它變成量詞 再來做觀察 所以呢 第一個式子跟第二個式子 都是用for all 開頭的 第三個式子的主要算子 是negation 所以我們先處理第三個式子 先把它處理 變成for all x negation 的 xs 則 px 那當然以前我們教過各位同學 就是說我們如果 處理完之後我們可以用打勾 或者劃掉的方式 提醒自己不要再重複 那我也說過 其實如果不打勾 不劃掉也沒有關係 因為那個只是 做一個記號 提醒我們自己說 我們做過這個式子 所以這個做完式子呢 我們就把它打勾 等一下呢這個式子 就不用再去處理它了 如果你說老師 我為了乾淨起見對不對 我希望這個整個 式子看起來很乾淨很漂亮 所以我不想打勾 不想畫畫 畫這個橫線也沒有關係 都可以 那接下來各位看 我們現在有三個式子 第一個式子是for all 開頭 第二個式子是for all 開頭 各位有沒有發現 第三個是什麼開頭 是for some 開頭 既然是for some 開頭的話 根據我們剛剛的建議 第二個規則的建議就是說 如果看到 for some 的話 我們就從那裡開始 我們就從 for some 開始 那 for some 的話表示 至少一個嘛 所以我們要帶新的 name 那這時候我們都沒有 使用過任何的名稱符號 所以呢我們就直接把它 帶進一個 a 就把它代稱 negation 的 sa 則 pa 那你帶進來之後呢 因為 for some 只要我們帶 我們就可以把它劃掉 或者打個勾 表示我們已經把它做完了 那接下來 negation sa 則 pa 根據我們的規則 我們可以把它變成 sa and negation pa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也把這個做完了 我們就打個勾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回到原來的式子 就是第一個式子跟第二個式子 那我們要先帶哪一個呢 其實你先帶哪一個都可以 因為它兩個都是 for all 那因為出現了 a 這個 name letter 出現了 a 這個名稱符號 出現了 a 這個名稱符號 我們的做法呢就是 代進去 我們先代進第二個式子 我們會發現 原來的 for all s sa 則 ma 它就會變成 sa 則 ma 那這時候呢 注意喔 千萬注意喔 for all s 你是不是把 a 代進去了 好 根據剛剛的做法 如果你有習慣把它打勾的 這個時候要把它打勾呢 記得千萬不要 只要是有 for all x 開頭的語句 在演算的過程裡面 你都不可以把它劃掉 也不可以打勾做記號 為什麼 因為 帶了一個式子之後 不表示它已經被你完成做完了 什麼意思呢 意思就是說 OK 如果接下來又出現了 b 或者又出現了 c 那這個時候呢 你就要這個 重新再帶一次 對不對 才算把它帶完了 好 如果各位不太清楚這個意思是什麼 它的意思是這樣 假設各位現在 在這個 這個鏡頭前面看著這個直播 這個 就是或者在教室裡面 所有的同學都在教室裡面 好 那各位想想看 假設我在教室裡面這樣宣佈 我說 今天所有 來教室上課的同學 都可以拿到加分卡 請注意喔 我剛剛說什麼呢 我剛剛說 今天來到教室上課的所有同學呢 都可以拿到加分卡 好 那各位發現 會有什麼情形呢 會是這樣 好 假設現在的 現在的時間我發所有的這個 同學一人一張加分卡 我已經發完了喔 請問 我做完了嗎 還沒 為什麼我還沒做完 因為說不定等一下十分鐘之後 對不對 有一個同學遲到了 姍姍來遲 對不對 他呢 這個十分鐘之後呢 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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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蹦 走進教室 那我剛剛說的什麼話呢 我剛剛說 我要給今天到教室所有上課的同學一張加分卡 所以當這位遲到十分鐘的同學蹦蹦蹦蹦蹦走進來之後 我要做什麼事 沒錯 您說的沒錯 我要拿一張加分卡給他 為什麼 因為我剛剛說 今天來教室所有上課的同學 我都會給你一張加分卡 對不對 所以他 這個十分鐘之後來了 我這個 你給他一張加分卡 好 那請問 我給這位十分鐘之後 遲到十分鐘的同學加分卡之後呢 我做完了嗎 還沒 對不對 說不定再過五分鐘 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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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蹦 又進來一個 好 這個時候我怎麼辦呢 我又要再給他一張 所以 for all 的狀態是這個意思 就是說 我們在看到這個 for all 的 formula 的時候呢 它就會跟我剛剛 敘述的狀態是一樣的 就是說 我要處理過所有 name 意思就是說 如果說我要給今天 所有上課的同學一張加分卡 那麼 我即使現在發給每個同學加分卡 我並沒有做 完成我剛剛講的這件事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我沒有辦法保證 等下十分鐘之後 不會再跑進來一個同學 然後我給他一張加分卡 我也沒有辦法保證說 等下再過五分鐘 會不會有一個同學再跑進來 我要再給他一張加分卡 所以 for all 的式子 跟我講的意思是一樣的 也就是說 當我們看到 for all 開頭式子的時候 它的特點就在於 你現在帶了 a 是表示你已經帶完了呢 不一定 說不定你等一下做到兩三個步驟之後 出現了 b 一旦出現 b 那 for all 的規則 是要帶所有出現過的名稱符號 所以萬一你在做兩三三個式子之後 發現又出現了 b 這個時候你要再帶 b ok 那如果出現 c 你要再帶 c 所以 因為這樣 所以你不能夠把它打勾或者化掉 因為你一化掉你就覺得說 這個我已經做完了 所以其實你是沒有做完 為什麼 因為你還沒有保證 後面的會不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所以請注意 碰到 for all 作為主要算子的邏輯式的時候呢 這些語句的時候呢 千萬在你在帶路的時候呢 不要把它化掉 因為你一化掉的話 你後面可能就會 miss 掉一些步驟 可能會 遺漏掉一些步驟沒有做完 好 所以呢 第二個式子帶進 a 之後呢 就把第二個式子保留在那裡 不要做任何的 化掉或者打勾的記號 接下來我們就來分解我們的 sa 則 ma 對不對 它會變成什麼呢 它會變成 negation sa 跟 ma 好 那各位觀察一下 有沒有發現什麼呢 好 我猜應該有同學已經發現了 沒錯 就是 sa 跟 negation sa 其實是矛盾的對不對 我們說過了 增值數裡面 只要發現 phi 跟 negation phi 這兩個句子同時出現在某一個 branch 裡面 在一個分支裡面 我們要做什麼事呢 沒錯 我們就是要把它做一個 close 畫一個叉叉把它關閉起來 那接下來我們這個 ma 呢 要繼續往下發展 還沒有矛盾出現對不對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帶第一個式子 第一個式子呢 是 for all x mx 則 px 好 那我們一樣把 a 帶進來 我們得到 ma 則 p a 那這個要不要化掉呢 當然不要 根據我剛剛的理由 已經告訴過各位同學 如果是 for all 開頭的式子呢 我們就不要把它畫掉 預防以後呢 又出現新的 name 的時候 我要再帶一次 所以這個時候你發現它有 ma 則 p a 對不對 帶進來 所以我們把它分解一下 分解完之後會變成 negation ma 跟 p a 分解完我們就打個勾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 各位有沒有發現 在左邊的分支裡面 有沒有發現矛盾呢 有的對不對 你發現 ma 跟 negation ma 其實是矛盾的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把它畫了 cross 表示說這個分支已經矛盾了 不可能建構一個結構 或者一個模型 不可能了 那麼在右邊呢 你會發現 這個分支裡面呢 這個 p a 跟上面的 negation p a 又產生矛盾了 所以這個也把它關閉了 關閉之後你就會發現 所有分支都關閉是什麼意思呢 所有分支都關閉的意思就是 它應該是一個有效論證 對不對 因為所有的分支都關閉了 第二題呢是 b 的部分 for all s mx 則 negation p x for some x xs and mx 可不可以推出 for some x x x and negation p x 第一步我們一樣把前提造超 這是我們的兩個前提 一個是 for all s mx 則 negation p x 一個是 for some x xs and mx 那我們的結論要做什麼呢 對 我們的結論不要忘記 我們要加 negation 所以我們要在 for some xs x and negation p x 的前面 加上 negation 接下來我們就要來看 我們要先處理的是 把所有的式子都變成用量詞開頭的式子 對不對 那現在一二三第三個式子 顯然它的主要算值是 negation 就否定號 所以我們現在呢 要把它移過去變成什麼呢 我們要把它變成 for all x negation 關號 s x and negation p x 第一個式子做完了 所以我們就把它打個勾 表示說 這個式子我們已經處理完了 好 現在各位看 剩下的這三個式子 第一個 跟第二個 還有最後一個 第三個式子呢 第一個是 for all 開頭 第二個是 for some 開頭 第三個是 for all 開頭 好 請問 我們要從哪一個開始呢 根據剛剛的想法 我們當然要從 for some 開始 對不對 所以呢 sa and ma 帶進來 我們就把 for some 帶進來 帶進來之後 我們打個勾 表示說這個我已經帶完了 那接下來我們還有 第一個式子跟第三個式子 對不對 那其實你先帶哪一個都可以 那我們來看看 我們先帶哪一個呢 我們把它分解完之後 我們來帶帶看 第一個式子帶進來 ma 則 negation pa 接下來我們再做一個分解 它就會變成 negation ma negation pa 請注意我們剛剛在帶的時候 我們並沒有把第一個式子化掉 對不對 好 原因是什麼 原因是因為第一個式子 它其實 for all 開頭 好 那我們這個分解完之後呢 就可以打個勾 表示我們做完了 那各位有沒有發現 哪裡出現矛盾了呢 有 ma 跟 negation ma 在左邊這個 French 裡面 在這個分支裡面 你發現 ma 跟 negation ma 呢 它其實是矛盾的對不對 好 那既然是矛盾的 我們就給它打個差 好 那接下來我們再把 剛剛還沒有處理完的式子 就是最後一個 for all s negation sx and negation px 把 a 帶進去 你帶進來之後它會得到 這樣一個式子 negation sa and negation pa 對不對 好 那這個呢 我們一樣不要把它畫掉 因為它是 for all 開頭的 那這次我們把它分解一下 這個根據規則 我們可以把它變成什麼呢 我們可以把它變成 negation sa 跟 negation negation pa 好 那我們就把它做完了對不對 好 那各位仔細看 這個時候我們的 sa 跟 negation sa 是不是矛盾了 在左邊的這個分支裡面 你可以找到 sa 跟 negation sa 是矛盾的 既然是矛盾的呢 它當然就把它打個 xx 表示說這個分支已經不能繼續發展了 因為它已經導致矛盾了 那有趣的事情來了 這邊各位是不是看到 negation negation pa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先把它變 pa 然後我們再觀察 negation pa 跟 pa 是矛盾的 所以我們把它打 cross 事實上最後一個步驟呢 其實它是有點多餘的 也就是說根據我們的真值數規則 我們其實看到 negation pa 跟 negation negation pa 的時候 我們其實就可以打上 cross 也就是底下那個 pa 其實是可以不要出現的 那個只是我多做的 就是說你可以把它做 pa 出來 然後再做 cross 也 ok 你不做 pa 直接在 negation negation pa 的底下 加上 cross 也可以 因為根據規則我們只需要看到 phi 跟 negation phi 就可以給它 cross 我們並沒有說 一定要變成原子語句 或者準原子語句的時候 我們才可以畫 cross 這個的話 我們規則並沒有這樣規定 所以事實上呢 你最後一步要做不做 其實都可以 你可以在 negation negation pa 底下 直接畫上 cross 也可以 那你要把它做出 pa 再畫 cross 也可以 都沒有問題 那各位有沒有發現一個有趣的問題是這樣 就是說我們剛剛 這兩個題目呢很湊巧的是什麼 很湊巧的是 我們都發現有 for some 開頭的句子 對不對 現在說不定各位可以想想看 萬一我們出現 三個句子都是 for all 開頭 那該怎麼辦呢 如果三個句子都是 for all 開頭 的話 那我要從哪一個開始帶 好 請注意 如果這三個句子呢 都是 for all 開頭的話 那你從哪一個式子開始帶 都一樣 也就是說呢 你把這個 a 帶進去之後呢 其實它這個 a 其實就是 這個可以代表 for all 好 只是有趣的事情是這樣 有趣的事情是說 那這個演算裡面 有沒有存在預設的問題 好 意思就是說 當我看到 for all 的時候呢 我就直接帶一個 name 進去 在沒有出現任何 這個論譽裡面 還沒有出現任何名稱符號的時候 我就直接帶進去 會不會有存在預設的問題呢 當然有 通常 我們在這個時候呢 我們其實在運算的時候 我們其實呢都是 有存在預設的 也就是說 如果各位在 看到三個 for all 的情況下 你就直接用其中 任何一個呢 帶了一個 name 進去 帶了一個名稱符號進去 其實你就會有存在預設問題 好 那當然呢 在 interpretation 上 在解釋上 我們還是可以說它沒有 就是說 我帶這個名稱符號呢 只是一個 一個 general 的一個 就是普遍的一個說法 我並沒有要特定指設哪一個個體 所以我不一定要有這個 這個存在預設 所以這個情況會變得非常特殊 就看你怎麼去解釋它 也就是說呢 在我們這個數值邏輯的運算裡面呢 這個存在預設會變成是 我們一個解釋上的方法 通常呢 我們為了簡單起見 我們都會讓同學呢 允許你 做這個存在預設的假設 因為這樣你運算起來會比較方便 否則的話 如果我們不允許存在預設的話 你其實計算起來會變得更複雜 因為我需要更多的規則 才能夠規範 這個存在預設的問題 好 所以呢 各位記得 我們在這裡做的時候呢 通常我們如果出現 for some 的句子 那當然這個 domain 就不會是空集合了 各位可以很容易的理解這件事 就是說如果這個句子裡面 只要任何一個存在的這個 這個語句 這個 formula 出現的時候呢 它基本上它的論域 就不會是一個 empty set 它不會是一個空集合 所以它這個論域呢 一定會是有東西在裡面的 所以它就 不需要擔心有存在預設這個問題 唯一要擔心的情況是 萬一它通通都是 for all 開頭的時候 也就是說 如果所有的句子 通通都是全稱量子的時候呢 這個時候 我們就要擔心存在預設的問題 不過 因為我們這個課程呢 並沒有 要這個 並沒有很多時間 所以我們就刻意讓這個系統 稍微簡單一點 那這個簡單的方法就是 我們在這裡呢 我們就 允許各位同學呢 全部 都假設有這個存在預設 也就是說 即使我碰到都是 全稱量子開頭語句 我也可以帶 名稱符號進來 也就是說我可以假設 至少有一個東西存在 這個論域裡面 所以我可以帶進來 所以各位就知道 當然 並不是所有的邏輯系統 都會建議你採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不過 就我的經驗來看呢 其實呢 我們一般 大概存在預設的這個語句呢 會多一點點 就是說 我們其實日常語言裡面 要講話的時候呢 沒有存在預設的句子其實很少 所以呢 我猜 如果對各位要在生活上 比較有幫助的話 其實呢 採用這個存在預設這樣的一個想法 並沒有什麼不好 所以呢 所以呢 我在這裡提醒各位 如果都碰到for all 開頭了 各位不用緊張 你就直接帶 這個 一個name 進去 那就表示說 即使你有存在預設也沒有關係 因為 我們其實大部分的情況都是允許 有存在預設的這個想法 接下來我們要來談談這個無效論證 怎麼做 就是說 然後我們有這個 一樣提供兩個例子讓各位來練習 好 那首先第一個例子呢 是for all x negation px 則 mx for some x sx and mx 看看可不可以推出 for some x sx and negation px 第二個問題呢 是for all x mx 則 px for all x mx 則 sx sx for all x sx and px 那這兩個例子呢 一樣 各位可以看出來 它底下這個其實是三段論的變形 接下來我們從第一題開始 我們來不妨來看一下 一樣我們把兩個前提造寫 結論加上否定號 那結論加上否定號之後呢 首先第一步根據剛剛的想法 我們可以先處理 最後一個式子讓它變成 for all x negation sx and negation px ok 我們可以先做這件事 然後呢一樣我們打個勾 表示我們已經做完了 好 接下來各位看 我們現在遺留下來的三個式子 第一個是for all開頭 第二個是for some開頭 第三個是for all開頭 所以根據剛剛的建議 我們就會從for some x 開始 因此呢我們會先得到 s a and ma 這個式子 好 所以我們for some 做完了我們就把它打個勾 接下來因為這個是and 所以它是一個連沿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變成s a and ma 然後呢 把它打個勾 表示我們已經把它處理完了 好 接下來我們有第一個式子 跟第三個式子 其實兩個都可以帶 好 我們先帶最後的式子帶進來 把 a 帶進去之後 我們得到一個negation s a and negation p a 這個時候呢 我們呢可以把它做分解 那因為它是negation 作為主要 operator 對不對 所以我們有個negation phi and psi 的規則 告訴我們我們 我們要把它變成什麼呢 我們要把它變成 negation s a 還有呢 後面要加 negation 所以要變成 negation negation p a 好 這個時候呢 這個 for all s 處理完之後呢 negation s a and negation p a 處理完之後 我們把它打個勾 好 注意上面的 for all 各位有發現 我們其實沒有打任何的勾 或者畫掉的記號 那這個時候各位看一下 我們在左邊的這個分支裡面 發現了什麼 我們在左邊的分支裡面 發現了 s a 跟 negation s a 對不對 好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們其實是可以把它畫個 close 那接下來我們在第一個式子 得到什麼呢 negation negation p a 可以變成 pa 第一個式子放下來之後 你會得到 negation p a 則 ma 那這個是 conditional 作為主要連接詞 好 所以我們把它分解開來之後 你會得到 negation negation p a 還有呢 另外一邊是 ma OK 好 那這個處理完之後把它打個勾 這個時候呢 有沒有看到什麼矛盾呢 欸 似乎沒有看到什麼矛盾對不對 你在左邊的分支裡面 你可以得到把 negation negation p a 變成 pa 那這個處理完打個勾 好 這個時候各位仔細看 到這裡你發現 欸 好像都沒有任何矛盾出現了 好 因此呢 這兩個分支裡面 會發現它都是開放的 那既然有分支開放的 根據我們的規則 我們就知道什麼呢 分支是開放的就表示 它是一個無效論證 那各位還記得 無效論證要做什麼事呢 對 無效論證要做的是 就是要舉反例對不對 好 那舉反例的時候怎麼辦呢 好 我們其實這個比較容易 好 我們就想 根據我們在命題邏輯學到的方式 好 我們的反例呢 第一個要先寫一個 domain 論譯 論譯很簡單 裡面的元素就是 曾經出現過的名稱符號 那在這裡呢它只出現過 a 所以呢你只要寫一個 a 表示說 a 我這裡面呢 只需要 a 來做解釋 就可以解釋為什麼它是一個無效論證 那我們可以任選一個分支 我們可以選左邊或者選右邊 好 都可以 不用我們選左邊好了 好 在左邊裡面呢 我們怎麼去找呢 好 各位發現我們這裡面呢 有包括了 ma pa 跟 sa 那如果我們從左邊的分支 最底下開始往上看 各位發現 我們第一個看到什麼 pa 對不對 好 所謂的反例就是 我要讓這個分支上面 所有語句都為真 那在這個分支上呢 各位看到 pa 所以 pa 就為真 好 再順著往上走 又看到一次 pa 所以 pa 是為真 好 在順著往上走 各位發現 在這個分支裡面呢 你可以找到 ma 所以 ma 為真 好 再往上走 你會看到 sa 所以 sa 也為真 好 因此呢 在這個分支上我們發現 ma 是為真的 pa 也為真 sa 也為真 這個就是我們的反例 我們呢 只要有一個論譽 有一個 domain 裡面的唯一元素是 a ma pa sa 都為真 這個就是它的一個反例 換言之 在這個結構之下 我們如果讓 ma 為真 pa 為真 sa 為真 帶進去 我們會得到一個情況是讓 前提皆真 結論為加的情況 OK 這就是我們的反例的寫法 第二個問題是說 我們有個 for os mx 則 px for os mx 則 ss for os s 則 px 一樣 我們會先讓各位呢 把前提寫下來 我們有兩個前提 第一個前提跟第二個前提 先寫下來 接下來呢 我們會把結論加上否定號 各位看一下 我們現在呢 第一步要做什麼呢 很明顯 我們第一步其實是要處理 否定號的規則 對不對 所以我們先把 否定號移到量詞的後面 然後把 for all x 變成 for some x 這個時候呢 我們處理完了就把它打個勾 表示這個式子我們已經處理過了 接下來我們看留下來的三個式子 第一個式子是 for all 開頭 第二個式子是 for all 開頭 第三個式子是 for some 開頭 各位發現說 根據剛剛的規則上的建議 我們要從 for some 開始 因此呢 我們要把 for some 先把 a 帶進來 那把 a 帶進來的話呢 我們就把它變成 negation sa 則 p a 那這個帶完之後呢 我們就把它打個勾 表示這個做完了 那接下來呢 negation sa 則 p a 它的分解其實會是 是 sa 跟 negation p a 那這個做完了 我們也可以打個勾 那剩下的兩個 for all 開頭的式子 那我們要從哪一個開始呢 我們就從第一個開始 我們把 ma 則 p a 帶進來 那因為它是 for all 開頭的 所以根據剛剛的規則有告訴我們說 這個時候呢 我們其實是不要把它劃掉的 也不要打勾 表示說 等一下說不定會有其他的 name 跑進來 好 那我們把它分解開來之後 你會得到它是什麼呢 它會是 negation ma 跟 p a 對不對 這個處理完之後 我們打勾之後呢 我們再觀察一下有沒有矛盾呢 好 有 各位有看到矛盾對不對 在哪裡呢 在 negation p a 跟 p a 的部分呢 其實呢它是矛盾的 所以各位可以畫 close 表示這邊可以不用再做了 接下來 把 a 帶進第二個式子 會帶到 ma 則 sa 那接下來我們就把它分解開來 會得到 negation ma 跟 sa 那這時候做完的 我們一樣把它打個勾 表示這個我已經做完了 好 那各位仔細看 這裡面有沒有出現任何的矛盾呢 好像沒有任何的矛盾對吧 所以這個分支呢顯然是開放的 根據剛剛的規則 有分支開放的話 就表示什麼 論證 b 呢 其實是一個無效論證 那無效論證 那無效論證要做什麼呢 對 無效論證呢 要給一個反例 好 那各位看一下這裡面出現的只有 a 對不對 好 所以呢 一樣我們的 domain 仍然是 a 那我們出現了什麼樣的語句呢 好 在這裡我們一樣出現了 ma pa 跟 sa 對不對 好 那各位來找找看 左邊的分支開始找的話 各位看到最底下是什麼 最底下是 negation ma 好 所以意思說 negation ma 要為真 表示什麼 表示 ma 要為假 好 再順著往上走 各位看到 又有一個 negation ma 對不對 這個剛剛已經處理過 所以 negation ma 為真 表示 ma 要為假 再往上走你會發現 我們有看到 negation 的 pa negation pa 如果要為真 那就表示什麼 pa 要為假 再往上走你會發現 sa 所以 sa 要為真 好 因此呢 我們看到的 ma 呢 是要為假 而 pa 呢 也要為假 sa 呢 要為真 好 這個其實就是我們 建構出來的一個 counter example 反例 用來證明 這個推論其實是一個無效論證 而且我們可以舉一個反例 那通常反例其實就是一個 interpretation 就是一個解釋 這個解釋的模型呢就是說 我可以找到有一個結構 有一個解釋的模型 讓這個 前提皆真 而結論為假 就是我可以找某個 case 是可以解釋這件事情 我們要進入到這個關係數值 就是二元以上的數值 那二元以上的數值 有一個很特別的情況呢 是說 我們其實有一個性質稱之為 undecidability 叫不可決定性 那當然這個中文 可能有其他的方法沒有關係 也就是說呢 基本上它的意思是說 所謂的可決定性的意思是說 所謂的可決定性的意思是說 我們要進入到這個關係數值 一個系統是可以決定的 表示我有一個機械性的程序 你可以把它講成是SOP 也沒有關係 可以讓我得到最後的結果 換言之 在邏輯系統裡面它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我有一個方法 可以讓我呢 決定說 最後決定這個論證 是不是一個有效論證 只要存在一個方法 可以決定這個系統裡面 任一個論證 是不是一個有效論證的話 那麼我們就說 這個邏輯系統是decidable 也就是它是可決定的 換言之我可以找到一個方法 是可以決定 它是不是一個有效論證 那如果不存在這樣一個方法 我們就說它是undecidable 意思是說 這個系統呢 本身是不可決定的 不可決定的意思就是說呢 我其實不存在這樣一個方法 一個機械性的程序 一個方法呢 讓我決定這些論證 是不是一個有效論證 所以呢 所以呢 一個系統如果是可決定性的話 具有可決定性的話 哇那這個系統是非常好對不對 換言之我可以給你一個sop 你只要照著這個sop 操作 你就可以知道這個論證 是有效論證還是無效論證 不過這個好性質呢 等到這個 二元以上的述詞呢 這個性質就消失了 事實上 到了關係述詞的時候呢 這個可決定性 這個性質呢其實就 不存在了 就是說 我們會發現它其實就沒有這樣的一個好性質 所以 事實上呢 這個系統呢 所謂的不可決定 其實就是 它不會存在這樣一個 這個有效的程序 可以決定 這個 某個語句是不是它的定理 換言之就是 決定它是不是一個有效論證 所以 事實上我們在關係述詞裡面 也就是二元以上的述詞 事實上 這個性質就已經是 具備不可決定性 也就是說 我們其實並不存在這樣的一個程序 來決定它是不是一個 有效論證 我們來看看我們之前學過的 到底哪些是decidable 哪些不是呢 首先 我們來看一看 我們的命題邏輯系統 其實是decidable 的 也就是說 它是具有可決定性 換言之 在命題邏輯系統裡面 各位都知道 我們在講過嘛 就是說 在真值述法裡面 我們只要做了 就可以決定 到底這個論證 是不是一個 有效論證 對不對 所以在命題邏輯裡面 它是具有可決定性的 好 我不曉得 剛剛有沒有 眼尖的同學發現這件事 我們剛剛在做 一元述詞的 這個真值述的時候 各位有沒有發現 我寫反例的方式 跟之前我們在做命題邏輯的時候呢 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也就是說呢 我們之間呢 是用這個pqr 對不對 那有的真有的假 看看它在這個結構裡面 到底是真還是假 那剛剛我在寫這個 一元述詞的這個 反例的時候 其實我的寫法是跟之前是一樣的 對不對 我們就寫了ma sa pa 然後呢我們就來看看 到底ma 是真還是假 pa 是真還是假 ss 真還是假 ok 所以呢 其實它的寫法是一樣 為什麼 因為其實呢 如果它是一個 一元述詞的邏輯系統的話 其實它也是具有可決定性的 換言之它也是decidable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非常好的性質 也就是說呢 各位發現我們在做這個 雅里什爾三段論的時候呢 只要是 它的這個考慮的三段論呢 通通都可以確定它是有效論證 還是無效論證 對不對 我們並沒有任何的疑慮說 這樣的這個三段論裡面 到底哪些是有效論證 哪些是無效論證 我們有沒有找到好的方式來決定 它是不是一個有效論證呢 有嘛 對不對 我們至少找到了這個 這個簡易判斷法啦 還有這個我們的文式圖啊 其實都是在 這個test 它是不是一個有效論證 所以換言之 其實你把它extend 把它延伸出去呢 你會發現 其實 所有包含一元述詞的這個 只要是 最多最多只包含一元述詞的 這些formula 所組成的這樣的論證呢 我們基本上都可以透過 剛剛的這個增值數的方法一樣 這樣 我們 我們 最後一定可以決定它是一個有效論證 或者是無效論證 好 但是呢 如果我們與此邏輯是 具二元以上的數值邏輯系統的時候 很抱歉 它的可決定性呢 其實就不見了 它是一個 undecidable 的系統 也就是說 我們沒有辦法找到一個 有效的方法來證明 它是不是這個有效論證 所以 這個其實這個性質就消失了 好 那為了幫助各位同學能夠理解這個問題 所以我特地 舉了個例子讓各位來參考 for all x for sum y r x y 假設我們任意一個r關係 對不對 然後呢 它具備這樣的一個formula 那各位想 假設呢 我們這個是要去 用name 來取代的時候呢 我們會發生什麼樣的情形呢 第一個 我們一定是從 主要的量詞算值開始 在這個式子裡面 最主要的量詞算值是for all 所以我們帶進去的時候呢 你會得到一個什麼式子呢 你會得到一個式子叫做 for sum y r a y 那這個時候 你會不會把上面那個式子畫掉呢 不會 為什麼 因為它是for all 開頭 根據剛剛的規則 就是說 a y 有出現新的name 你要帶 那這時候你看看第二個式子 第二個式子是 for sum y r a y 因為是 for sum for sum 的話 根據剛剛的規則 我們要做什麼事 我們要帶新的name進來 我們會得到一個式子 r a b 那如果我們得到r a b 的話呢 好 各位就會發現 是不是出現 b 了 那剛剛的第一個式子裡面的for all 我們是不是要帶 b 進去 因為我們剛剛講過的 就是剛剛舉的那個例子就是說 有同學跑進來的時候 我現在要再給他加分卡 才算給了全部的同學加分卡 對吧 所以我剛剛只帶 a 是不夠的 為什麼 因為現在出現了 b 所以我在for all 的地方呢 那個 x 的部分呢 我要帶 b 進去 好 你帶 b 進去之後 你會得到什麼式子呢 沒錯 你會得到一個式子是 for some y r b y 這個時候你發現 你有一個式子是 for some y r b y 那這時候你要做什麼事 對 你要帶新的name 進來 新的name 是什麼 新的name 就是帶一個 c 你要帶 c 進來 你會得到一個式子是 r b c 那你一旦 c 帶進來之後呢 各位就發現了 對 那我 c 帶進來 又出現了一個新的name 這新的name 是什麼 這個新的name 就是 c 所以你要帶回去剛剛的for all for all 是全部出現過的都要帶 所以這個時候呢 你要把 x 帶 c 進去 帶進去之後 你會得到一個式子是 for some y r c y 接下來 各位就不難想像 你會得到什麼呢 沒錯 你就會得到 r c d 那這時候你要做什麼 你又要再把 d 帶進去 所以呢 你會一路帶一路帶一路帶 帶出一堆東西出來 那各位就會發現 帶不完 對不對 因為你要一路一路帶 這個問題出來 這個問題大概出在這裡 各位想想看 這句話有沒有道理呢 我讓各位判斷一下 我可以舉個例子讓各位聽 如果我告訴各位說 這個 r x y 是 y 大於 x y 大於 x 那我如果告訴你 對任何一個自然數而言 各位講一下看 在自然數裡面 對任何一個自然數而言 一定都存在有一個數 是大於這個自然數 這個合不合理呢 聽起來很合理嘛 對不對 就是對任何一個自然數 你給我任何一個自然數 我都可以找到有一個數比較大 比如你給我一百 我就給你一百零一 你給我一萬我就給你一萬零一 你給我一千萬我就給你一千萬零一 等等等等 無論你給我什麼數字 我都可以找到一個比較大的自然數 對吧 對任意的一個自然數而言 對吧 所以這個其實是很有趣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這個句子聽起來也不是那麼的不合理 不會說我們邏輯式子裡面 不允許出現這樣的式子 不會 我們其實在邏輯式子裡面都會出現這樣 那它的問題就出在哪裡 它的問題就出在於說 它沒有辦法給一個固定的有限的domain 就是沒有辦法給出一個有限的論域 來討論這個formula 所以這個時候呢 它其實就會有這個undecidable 的問題 就是說你其實是沒有辦法把它做完 可是它聽起來 卻是可能是很有道理的一句話 就是它其實不是那麼的沒有道理 所以呢 各位就知道說 其實這個不可決定性這件事情 事實上 對我們來講其實是一個大麻煩 就是說我們到這裡突然發現 我們沒有一個機械性的方式 可以再去決定說它是不是一個有效論證 所以我還是要請各位分辨清楚 我們現在講的東西叫做不可決定性 就是所謂的undecidability 它是一個不可決定性 它跟所謂的不完備定理是兩回事 很多人會把這兩個搞混 不完備定理incompleteness 就是不完備定理跟不可決定 這是兩回事 完備性的意思是說 任何為真的定理都存在有一個證明 但是有這個證明是表示你一定找得到呢 不一定 所以能不能確定找到這個證明 這個是所謂的決定性的問題 而有沒有這個證明 這個是所謂的完備性的問題 所以換言之就是這樣 各位如果想想看 就是說假設我告訴各位說 在這個世界上 每一個人都會有你的 這個mister 或者是miss right 一定都存在在這個世界上 只要你去找每一個人都有 好 這個是完備性的問題 就是說 是不是每一個人都有 好 假設你認為說 每一個人都有 那這就是完備的 就表示說 我們每一個人的這個 miss right 或者是mister right 呢 這件事情是完備的 大家統統都有 好 可是呢 我們有沒有一個好的方法 幫助你去確認 你遇到的這個人 是不是你的這個 這個mister right 或者是你的miss right 好 這件事情就是所謂的決定性 OK 所以這是兩回事 有沒有 有沒有存在這樣一個證明 這個是一回事 能不能確定這個證明 能不能確定這個有一個 這個論證是不是有效論證 這是另外一回事 OK 換言之 這個世界有沒有你的這個 另一半的理想的伴侶呢 這是一回事對不對 那你有沒有一個方式去確定 你遇到的這個人 是不是你的這個 就是你所謂的這個 理想的伴侶呢 這又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 各位務必把這兩個分清楚 因為很多人會把這兩件事混淆 就是說所謂的完備性 跟所謂的可決定性 這兩件事情呢 其實是不一樣的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這個 有效論證的實力 一樣 我舉兩個例子呢 讓各位來試試看 那 因為它是二元數值 所以顯然它會 稍稍複雜一點點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式子呢 如果 各位看到這個 式子有點長的話呢 就稍微解讀一下 第一個是說 存在有一個s 存在有一個y 對不對 對 fxy 或者fyx 至少存在有一個s 至少存在有一個y 要嘛是x對y有這個關係 或者y對x有f這個關係 那它會不會推論出 一定存在有一個s 存在有一個y 那x對y有f這個關係 能不能推出來 第二個式子是說 對所有的x對所有的y 對所有的z來講 如果sy 則yz 而且y對z有f關係 則x對z有這個關係 如果眼間的同意就會發現 這個其實是我們之前學過的 有傳遞關係 x對y有f關係 y對z有f關係 那我就可以推出 x對z有f的關係 對不對 這是一個傳遞關係 就是x對y y對z 然後x就會對z 那第二個呢 對所有的x對所有的y來講 xy 則fyx 這個有沒有看出來 它其實就是我們的對稱關係 就是說 x 如果對y有f的關係 則y對f就有x的關係 那它要推什麼呢 它要推出這個說 對所有的x來講 一定存在有個y 如果sy對x對y有這個關係 那麼x對x就有這個關係 這個呢 事實上是一個formula 它不是前面之前的哪一個關係 不過它就是一個formula 這個到底會不會是成立的呢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第一個式子是說 如果前提 我們只有一個前提 這個前提是存在有一個y fxy over fyx 第二個是我們的結論 對不對 所以前面加個negation 變成negation for some x for some y fxy 那我們從哪裡開始呢 當然 我們就從結論的negation開始做 對不對 好 那negation開始做呢 我們會得到一個是 for all x negation for some x fxy 做完我們打個勾 表示這個做完了 接下來 我們再把它移過去呢 會變成for all x for all y negation fxy 好 那這時候呢 一樣我們做完之後就給它打個勾 也許同學會說 欸 老師剛剛不是說 這個for all開頭的不可以打勾嗎 好 請注意 我剛剛說所謂的for all 不可以打勾的意思是說 當你用name去取代它的時候呢 不要把它劃掉 好 可是我們現在是不是在用name取代它呢 不是 我們現在做的呢其實是 命題邏輯裡面教的規則 就是我們在之前的規則裡面呢 我們有一個negation的規則 我們是用那個 把negation 從for some y 的前面 移到for some y 的後面 我們做的operator 呢其實是這個 否定號 而不是量詞 請注意 我剛剛講的那個規則都是針對量詞的規則 好 所以呢 這裡打勾並不是說 那個for all開頭的就不可以花掉 不是的 是因為 我們現在在做的時候呢 其實是把它做否定號的規則 而不是在做量詞的規則 那接下來我們就開始來看 好 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剩下兩個式子 第一個式子呢是for some 開頭 底下的式子呢是for all 開頭的 根據剛剛的建議 我們要從哪一個開始 對 我們要從第一個開始 對吧 好 所以第一個呢我們就帶進去 我們把a 帶進來 我們就會得到一個for some y f a y or a y 對吧 就是把x 用 a 來取代 接下來 一樣我們看到for some 開頭的 some y 開頭對不對 好 那剛剛做過了我們就把它打勾 接下來呢我們就是 帶 b 進去 因為 a 已經帶過了 所以我們要帶 b 進去 所以 帶 b 進去之後我們會發現 我們又有 fa b or fba 就是 y 的位置呢 就是 y 的位置呢 把 b 帶進去 好 那這時候我們做完就把它打勾 好 各位看到 這個是一個 all 的 就是一個選言的一個式子 就是用 all 作為連接的式子 這時候我們就把它分解 ab 跟 fba 這個做完之後呢 一樣我們把它打勾 表示我們已經做完了 那這時候我們要帶 for all x for all x for all x 對不對 好 請注意現在你有兩個分支 好 所以呢 當你在帶的時候 請記得兩邊都要帶 所以呢我們先把 x 呢帶 a 進來 我們這邊呢會 for all y negation f ay 左邊跟右邊都是開放的 所以呢你兩邊其實都要帶 所以不僅是左邊 你的右邊要帶進去 那接下來 右邊呢我們可以帶什麼呢 我們把 y 帶 b 進去 我們會得到 f ab 所以一樣 你的左邊一樣要帶 b 帶進去 得到 negation f ab 這時候各位仔細看 在左邊的這個分支裡面 你會發現 f ab 跟 negation f ab 是一個矛盾的情況 所以我們呢我們給它打個 close 表示 欸 這邊已經結束了 因為它已經得到矛盾了 好 接下來看我們右邊的 branch 它還沒有得到任何的矛盾 好 所以怎麼辦呢 我們其實也可以看那個 f ba 的情況 我們想辦法把它帶出一個矛盾出來 所以上面這個呢 negation f x y 呢 我們的 x 可以帶什麼 顯然我們可以帶 b 進來 帶 b 進來我們可以得到 negation f b y 然後呢我們再把 y 帶 a 進來 我們會到 negation f b a 這個時候我們發現 這個底下的 negation f b a 跟上面的 f b a 會產生矛盾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 close 關閉起來 就表示它會得到矛盾 好 那左邊跟右邊的 統統都是 cross tree 就是它這個封閉數 表示不可能有任何的結構 使得前提皆真而結論為價 因此它會是一個什麼論證呢 它是一個有效論證 那當然有同學可能會有這樣的疑問 就是說剛剛為什麼我們一開始要帶 negation f a b 呢 為什麼不要再 negation f a a 呢 因為 for all y 不是也是可以帶 negation f a a 嗎 為什麼會帶 negation f a a b 嗎 請注意 我們在這裡呢 在做題目的時候 我剛剛講過 我們即時需不需要帶 當然也需要 事實上 for all y 那個位置呢 我們其實帶 a 帶 b 都需要 只是我們即時帶了 我們也可以得到這樣的一個矛盾 所以你可以觀察 你裡面出現什麼樣的式子 然後用這個來帶帶看 它會方便一點 ok 就好像我們剛剛在另外一邊 在右邊的 branch 裡面 在右邊這個分子裡面我們發現說 我們有 for all y negation f b a 對不對 那這個除了帶 a 要不要帶 b 啊 當然也要嘛 如果我們沒有得到那個 close 沒有得到那個關閉的話 沒有 close 的話 我們一樣要繼續帶 所以這個其實就是說 我們其實可以看看 觀察一下裡面出現什麼樣的式子 然後看看它有沒有矛盾去做檢查 所以我們如果可以先找到矛盾 當然就可以縮短 我們做題目的這個問題 接下來我們來看第二個式子 首先我們一樣前提把它寫下來 結論加上否定號 先把這個否定號移到後面去 所以呢我們會得到一個 for some x negation for some y for some y f x y 則 f x x 各位有沒有發現 我這個 for some y 其實是在括號裡面的 所以你這時候不能直接把 negation 再往後移喔 因為你這時候往後移可能會出錯 因為它不是在括號外面的 它其實整個括號裡面的主要連結 只是 conditional 不是 for some y 所以如果只拿 for some y 來做的話呢 其實是會出錯的 請特別注意 那這時候做完之後呢 我們就把它打個勾 表示我們這個 negation 1 過去 接下來我們有三個式子對不對 for all x for all y for all z f x y and f y z 則 f x z 跟 for all x for all y f x y 則 f y x 跟 for some x 各位發現了 什麼開頭 for some 開頭 所以根據剛剛的建議 我們要從哪一個開始 我們當然從最後一個式子開始 因為它是 for some 所以我們就把 for some x 的 x 呢 帶 a 進來 我們會得到以下這個式子 就是 negation for some y f a y 則 f a a 對不對 那我們做完了把它打個勾 表示我們做完了 注意我剛剛說過了 這整個括號的主要連結詞呢 並不是 for some y 而是 conditional 箭頭 因此呢 這個分解呢 其實是要看 negation 的 phi 則 psi 因為你要把前面那個 for some y f a y 當成 phi 把後面的 f a a 當成 psi 對吧 那這時候你會得到什麼呢 你會得到 for some y f a y 跟 negation 的 f a a 做完了之後把它打個勾 這個時候呢 for some y 才是 作為主要的 operator 的部分 所以這個千萬要小心 既然有 for some y 所以呢 for some 要帶新的 name 對不對 我們就帶 f a b 進來 那做完了我們就把它打個勾 接下來我們就來帶 上面的兩個式子 所以呢我們先來帶 第二個式子 我們把 a 代進 x 的位置 所以我們會得到一個式子 是 for all y f a y 則 f a a 注意 這個時候因為是 for all 開頭 就不要再劃掉或者打勾 因為它是 for all 開頭的式子 接下來呢我們把 b 代進 y 的位置 我們會得到 f a b 則 f b a 那為什麼要這樣帶 其實帶 f a a 也有道理 帶 f a b 也有道理 因為出現 f a b 也有出現 f a a 對不對 做出來之後你會發現 我們的左邊的這個分支 會得到 negation f a b 右邊這個分支會得到 f b a 這是分解箭頭 就是 conditional 所得到的 那這時候有沒有發現矛盾呢 有對不對 在左邊的這個分支 各位有發現 negation f a b 在上面有一個 f a b 所以它會是什麼 它這個會是矛盾的 所以我們畫 close 表示它是矛盾的 接下來把剛剛的 for all y f a y 則 f a a 再做一次 我們這次呢把它帶 a 進來 看看會發生什麼情況 你把 x 代 a y 也代 a 你會得到 negation f a 跟 f a 這個時候呢各位有沒有發現 哪裡有得到矛盾呢 沒有錯 就是我們的 f a a 跟 negation f a 會得到矛盾 所以呢這個部分我們會把它 close 掉 另外一邊呢 negation f a 當然沒有跟它矛盾 那接下來呢我們就來帶 第一個是 看看會出現什麼情況 第一個是我們帶進來 我們先把 x 代 a 進來 我們會得到什麼 我們會得到 f a y and f y z 則 f a z 那一樣這個式子是 for all 開頭了 所以不要劃掉 接下來呢我們把 y 代 b 進去呢 會得到底下這個式子 我們到 f a b and f b z 則 f a z 這時候 z 要帶什麼呢 各位想 如果我要跟上面的 a b 有點關係的話 想到了 好像帶個什麼 好像帶個 a 是不錯的選擇 對不對 所以我們把 z 呢 直接帶 a 進來 我們就可以帶到這個式子 就是 f a b and f b a 則 f a a 我們把 z 呢 用 a 代進來 各位要注意 這個其實都是用觀察得到的 當然 因為你帶 a 帶 b 都可以 所以你三個都帶 a 三個都帶 b 也都可以 只是呢 我們為了要跟上面的看看 測試看看有沒有得到矛盾 所以呢我們其實帶 a 進來 可以跟上面的這個 negation 的 f a 看看 會不會得到矛盾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把它分解開來 我們發現 主要連接詞是箭頭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這邊會得到 negation 的 f a b and f b a 好 另外一邊呢會得到 f a a 好 這是我們做完了把它打個勾 好 這個時候各位有沒有看到哪裡是矛盾呢 有 對不對 你看到 negation f a a 跟 f a a 是矛盾的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打 close 接下來 我們前面有一個 negation f a b and f b a 對不對 好 用 demogen 我們就可以得到 negation f b a 跟 negation f a b 那各位可以看到往上找 你可以找到什麼 你可以找到 negation f a b 它是其實是 是矛盾的對不對 然後呢 我們的 negation f b a 跟 f b a 也是矛盾的 ok 所以這個呢 都是矛盾的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 close tree 就是它是一個封閉數 那既然是一個封閉數的話 我們就說它其實就是一個有效論證 ok 這個稍微複雜一點點 所以各位可能要花多一點點時間練習 尤其在期末考的時候 我們在出現這些的時候呢 各位可能會需要一點點時間來做一些練習 好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無效論證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無效論證 一樣我們有兩個題目呢 給各位來做練習 好 第一個題目是 for some x p x for all x for all y q x y 那它可不可以得到一個 for all x for some y p x and q x y 那第二個式子呢是 for all x for all y for all z 跟剛剛一樣這個是傳遞關係 x 對 y 有 f 的關係 y 對 z 有 f 關係 可以推出 x 對 z 有 f 關係 第二個各位也可以看得出來 它是一個對稱關係 對不對 就是 x 對 y 有 f 關係 則 y 對 f 就是 x 的關係 好 最後呢在結論的地方呢 它其實是自反關係 f x 表示 x 對 x 都有這個關係 好 所以換言之我是 第二個是要證明說 我們的對稱關係跟傳遞關係都成立的情況下 會不會推出反生關係也是成立的 第一題呢 一樣我們兩個前提照寫 接下來結論加上否定 好 那結論加上否定之後呢 各位看到我們要先處理哪一個呢 對 沒有錯 就先處理結論 我們把結論移過去之後變成 for some x negation for some y p x and q x y 對不對 好 我們做完之後把它打個勾 接下來我們再把 negation 往後移 把 negation 往後移的話 我們得到底下這個是 for some x for all y negation 的 p x and q x y 好 這個呢 我們做完也給它打個勾 好 這個時候我們有三個式子一樣 我們留下三個式子 對不對 那這三個式子各位發現 其實我們的第一個式子跟最後一個式子 通通都是 for some 開頭 只有第二個式是 for all 開頭 所以事實上你從第一個開始做 或者從第三個開始做呢 其實結果呢應該都是一樣的 那我們就從第一個開始做 好 我們先把第一個式子呢 用 a 代進去 代進去之後呢 我們發現它是 p a 那我們做完之後就把它打個勾 表示它已經做完了 接下來呢我們一樣 考慮從 for some 開始做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把第三個式子 這個 x 代進 b 這時候我們會得到一個式子 是 for all y negation 的 p b and q b y 注意 因為這個 for some 要帶新的 name 所以我不能帶 a 喔 有些同學會誤會 以為前面的 for some x 跟後面的 for some x 一樣 並沒有 for some x 是一個 variable 是一個變量 所以呢它的規則就是 你已經帶過的 name 你就不能再帶進來 這個時候你要帶新的 name 進來 所以你要帶 p b and q b y 好 那這個做完之後呢一樣打個勾 那接下來剩下兩個式子 這兩個式子都是 for all 開頭 所以你用哪一個開始做其實都可以 接下來我們做哪一個呢 好 我們就做第一個 上面這個式子呢 我們把這個 y 呢 用 b 代進去 我們得到一個式子 是 negation 的 p b and q b a 好 注意我們現在有兩個 name 一個是 a 一個是 b 所以碰到這些 for all 的呢 你兩個都要帶 所以呢我們 negation p b 跟 q b a 那這時候我們做完的時候 就給它打個勾 好 這時候沒有任何的矛盾喔 所以我們要繼續往下走 好 那我們要做什麼呢 我們就要把剛剛帶的 y 帶了 a 嘛 對不對 現在我們要把 b 進來 好 帶 b 進來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得到 negation 的 p b and q b b 就是我們把剛剛的式子呢 帶 b 進來 因為它是 for all 嘛 for all 的話就是 a 也要帶 b 也要帶 好 所以剛剛帶了 a 我們現在帶 b 好 帶 b 進去之後呢 各位發現 這個有一個 negation p b 這邊呢有一個 negation q b b 另外一邊是什麼呢 好 一樣你可以分解 不過這個我先稍微等一下再做 我先把上面的這個 for all x for all y q x y 呢在每一個分子裡面呢 繼續把它完成 好 所以在這裡呢 我們可以帶 for all x y q b y 好 意思說呢 我把這個 x 帶 b 進來 好 那帶進來之後呢 我們可以得到 q b a 也可以帶到 q b b 好 一樣在這邊呢 我們一樣帶 for all y q b y 可以得到 q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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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也可以得到 q b b 好 這時候你更發現 在右邊這個分子圓發現什麼 發現了 negation q b b 跟 q b b 這時候呢你可以把它打一個 close 表示這樣我們可以少一點點工作 就是接下來當然我們就還要帶 a 進來對不對 好 所以呢 x 要帶 a 進去 你就可以到 for all y q a y 對吧 好 那這時候呢你繼續帶 你會有 q a a 還有呢 q a b 這個時候呢其實你所有的式都做完了 因為 for all 要帶進所有的 name 那在這個分子上你已經帶完所有的 name 可是其實還沒有封閉 好 現在那我們來看到另外一邊 一樣我們把它分解之後 你會得到 negation p b 跟 negation q b b 好 一樣我們把第一個帶進來呢 你也可以得到一樣的狀況就是 for all y q b y 對不對 好 那我們要 q b a 好 那 q b a 會跟上面的 negation q b a 就直接 close 所以底下 q b b 就不用出現囉 好 那接下來這個 negation q b b 這邊呢 好 我們往下做你會得到 for all y q b y 對不對 這個時候得到 q b a 那這個 q b a 一樣 在這裡跟上面的 negation q b a 其實就可以關閉了對不對 好 所以接下來我們來看 這整個數裡面呢只有第一個情況呢 它其實是沒有封閉的 所以呢 既然有分支沒有封閉 它就是一個無效論證 好 重點來了 那我們要怎麼寫它的反例呢 注意 這個時候我們的 domain 有什麼 有 a 跟 b 那這時候呢 我們就沒有辦法用剛剛的 一元素詞的方式來寫 也就是說 你不能說 q a a 為真 q b a b 為真 我們就不這樣寫了 我們要用另外一個寫反例的方式 我們叫做 interpretation 就是我們要用 satisfaction 的概念 就是滿足的概念來理解 什麼意思呢 我們要這樣寫來 各位 要學著寫這個反例 這個反例的寫法是說 我們有一個 domain 是 a 跟 b 然後呢 我們要滿足 p x 這個式子 就是 a 這個元素 這個意思是指 p a 為真的意思 好 那我們要滿足 negation p x 使得 negation p x 為真的呢 就是 b 你把它帶進去 它就是 b 表示 negation p b 為真 那接下來呢 我們還有 q x y 對不對 q x y 在這裡呢 我們在剛剛的式子裡面有 q a a q a b q b a q b b 好 所以你的 x y 這是一個數對 注意這個是有序對 帶進來就是 q a a 為真 q a b 為真 q b a 為真 q b b 為真 q b b 為真 那這個呢 其實就是我們要的一個 反例的解釋 我們的 coordinate sample 所以我們現在要改成用這樣的方式 來做它的解釋 OK 接下來我們來看第二題 第二題是剛剛講的就是 傳遞關係跟對稱關係成立 會不會推出反身關係呢 也成立 一樣我們把兩個前提呢造寫 結論加上 negation 那各位就會發現 我們很快的把 negation 移到後面去 for all x 就會變成 for some x negation f x x 好 所以這個做完了把它打勾 接下來 我們是不是看到 前面兩個都是 for all 開頭 所以我們就帶 第三個式子 for some 的地方 我們把 a 帶進來 所以它是 negation f a a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把上面的式子呢 其實因為出現 a 嘛 所以我們就把它帶 a 進來 因為前面的都是 for all 所以我們就把 a 帶進來 先帶哪一個呢 我們先帶第二個式子 就是把它變 for all y f a y 則 f y a 各位發現這裡面只有出現 a 而已 所以呢我們再把 y 呢 帶 a 進來 我們就可以到 f a a 則 f a a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可以得到 negation f a a 跟 f a a 那右邊的分支呢很顯然已經有矛盾了 就是 negation f a a 跟 f a a 是矛盾的 所以我們畫個 x 表示呢 已經得到矛盾了 接下來我們來帶第一個式子 x 帶進 a 進來 就是 f a y and f y z 則 f a z 好 接下來 for all y 我們一樣帶 a 進來 我們就可以得到 f a a and f a z 則 f a z 最後 z 也一樣只有 a 所以我們就把 a 帶進來 我們就可以得到 f a a and f a negation 則 f a a 這個時候呢我們就可以把它分解 分解的時候呢 用 conditional 我們可以得到 negation f a a and f a 後面呢是 f a 好 我們又發現 做完之後發現 f a a a 跟 negation 在右邊的分支裡面 f a a 跟 negation f a a 呢 仍然是矛盾的 所以我們打個 close 好 接下來 我們可以把 negation f a a and f a a 呢 一樣我們把它分解開來 我們會到 negation f a a negation f a a 做完 好 做完之後我們發現 一樣是沒有封閉的 所以它是開放的分支 那它是開放的分支 這就表示什麼 對 它是無效論證 那這個呢 講到的比較簡單一點 為什麼 因為它其實 domain 裡面只有 a 那特別要注意的是說呢 我們這個 domain 裡面只有 a 呢 往上找的時候 你如果找最左邊的分支的時候 你會發現 它都是由 f x y 得到的 negation f a a 跟 f x x 得到 negation f a a 所以我們只需要兩個 interpretation 第一個是什麼呢 第一個是 negation f a a a 用 a a 來解釋 第二個是 negation f a a 用 a a 來解釋 這樣就可以了 這兩個式子意思說 negation f a a 為真 negation f a a 為真 跟 negation f a a 為真 帶進 negation f a a 跟 negation f a a 為真 跟 negation f a a 裡面 我們就可以得到這個式子的反例 所以這個就是利用解釋的方式 來得到反例的意思 好 那我們今天課程就到這裡結束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vocês 我們總共和 volley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我們推薦 謝謝大家 請問一下 您真的很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